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近信息共享 产生价值 实现共赢 他还透露说 除了现有的巴黎直飞上海 昆明 青岛的航线之外 东航即将开通巴黎至北京 南京的航班 直飞温州的航班也正在申请和争取之中 最后他强调 乘东航到家了 这是东航一如既往的服务宗旨 任立民主席对东航举办次次活动表示赞赏 感谢东航为侨胞提供的方便 希望见此联谊 拉近东航与旅法侨界 以及广大旅法侨胞的感情距离 他指出 由于上海与温州的地域地理 文化习俗相对接近 数十万温州级华侨华人应该是东航的最大客户群 如果能在服务和价位上做足文章 东航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推荐会上 东航巴黎营业部客户经理孙媛媛 重点介绍了东航公务舱产品 对公务舱国际套票做出了详细说明 并讲解了东方万里行贵宾卡的各项权宜 以及针对公务舱客人的增值附加服务 讲解过程中 与会嘉宾纷纷就各自实际情况 和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对东航的推荐项目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感谢东航提供这次全面地了解东航优势和强项的机会 双方就一些细节展开了积极讨论 气氛融洽而热烈 参加当天推荐会的还有 东航欧洲营销中心高级销售经理郑银 和巴黎营业部销售经理宋鑫 最后 李延总经理向法国华销华人会赠送了东航飞机模型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 华人电视连接中外 传播中国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打造中国品牌 最接地气的海外媒体平台 文化交流 经贸合作 旅游推介 市场开发 产品展示 品牌设计 展览策划 影视制作 活动组织 您的各种需求都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用创造回馈期待 让合作绽放精彩 华人卫视 国际品牌的舞台 旅游推介 2字幕 denganые 地坡 中文arı 2o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